上一集我就介紹了幾個亞洲的移民勝地 今集就一於看看一些相對冷門的國家 實行有多遠、走多遠 移民就主要分了三大層次 分別就是居留簽證項目、永居項目和護照項目 當中只有護照項目是可以成為當地的真正公民 享有當地的福利 而我以下介紹的這四個國家 當中三個除了門檻低之外 最重要是不用坐移民監 土耳其充滿民族色彩 人們有熱情 是很受歡迎的旅遊國家 移民土耳其只需要在當地投資25萬美金的物業 並且持有這個物業至少三年 如果三年之後你放層樓出去 護照身份仍然可以保留 這個是一個護照項目 得到土耳其的護照之後 不單可以有永久居留權 還可以享有公民福利 例如去公立醫院藥費全面 又或者十二年免費教育等等 希臘是很多人的夢想過 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 要移民希臘的話 只要夠好氣 一不過用25萬歐元去買當地的房產 就可以獲得居留權簽證了 層樓你可以拿來收租 但是跟土耳其不同的是 一旦你將層樓賣出去 就會失去居留權 而且這個是一個居留簽證項目 要每五年逐簽一次 如果你在當地住滿七年 就可以申請入籍希臘 通過希臘語和品格等等的測驗之後 你就終於可以拿到希臘的護照 阿魯阿圖 難道真的我想住的地方 想住的話 首先要年滿18歲 沒有犯罪紀錄 個人淨資產達到25萬美金或以上 而且要願意捐獻8萬美金給國家 就可以三代同行 直接拿到阿魯阿圖的護照 手續來說 移民阿魯阿圖 都可以說是最簡單 阿魯阿圖主要的交通工具 是農夫車或麵包車 戴著重物上上落落 真的不太方便 而且歐洲有很多地方 路面也不太便宜 市面上有這麼多款行李 選擇一款輕身 兼且硬正防撞的行李 便更加好 最後 想介紹阿瓜多爾 移民這個地方 雖然要坐移民監 但它可以說是 全球最低移民門檻的國家之一 阿瓜多爾 出名物價低 退休福利好 我們一定要看看 在當地銀行 傳入至少25000美金 便可以申請 不想存款的話 在當地投資房地產都得 價錢一樣 還可以一加五代同堂 一起申請移民 每一個人加500美金便可以了 大學畢業的人 可以試下申請專財移民 在當地從事 和專業相關的工作 便不需要投資了 而退休人士呢 只要每個月穩定收入 至少800美金 便可以辦理退休簽證 以上這些方法 的確可以很快地拿到 阿瓜多爾的永居權 但要成為真正的阿瓜多爾人 要至少住滿三年才可以入籍 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選擇投資移民的話 千萬不要忽略了 當中可能暗藏的一些稅務支出 例如是當地的印花稅 利息稅 資產增值稅等等 還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在申請期間 遇上了當地移民法的改變 你的計劃可能都需要作出一些調整 除了延遲了你的永居和入籍申請之外 分分鐘還有機會要重新申請過 始終不同地方文化有點差異 阿瓜多爾、希臘這些地方 治安可能比較差 連在機場上 都可能會被人叫開行李偷東西 所以一定要做足防盜措施 才好出發 這款行李偷東西 不單有防盜拉鍊 和藍牙定位功能 還有指紋辨識解鎖設計 出門就更加安全了 無論如何 移民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記得要做足功課 才好申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偷恩 他張開啓 二字幕志愿者 李偷恩 比一егод